又到了盘点热歌的时候了 今天给大家整理了2023年3月 最火的八首破译神曲 你可能刷到无数遍 却不知道歌名 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吧 宝藏歌手程翔演唱的可能 在短视频平台创造了43亿的话题播放 歌曲中没有一个字写遗憾 但是歌声中却全是遗憾 句句都离不开可能 但是句句没可能 可可可啊演唱的姑娘在远方 在短视频平台创造了28亿播放 歌曲包含对爱情的遗憾 也许错过的只是风景 留下的才是生活吧 可能我总不会往来来爱去哭一场 失去原本模样 可是我总不会往来来爱去空一场 消失人海茫茫 我会等枯树生出芽 开出新的花 陈恒演唱的我会等 在短视频平台创造了15亿话题播放 我们永远要对生活和自己充满希望 也许未来的那一天就会美梦成真呢 我会等枯树生出芽 开出新的花 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的绿照下 我会等枯树生出芽 开出新的花 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的绿照下 我会等一场雨落下 把回忆都重刷 在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 最近张杰又把想见你给唱火了 他演唱的版本还登上了热歌榜 相比于原版的悲伤 张杰则赋予了这首歌希望 即使跨越千里湾 我看过江南烟雨色 都不及你一个眼神独特 这首歌江南烟雨色 在短视频平台创造了33亿的话题播放 歌曲诉说了春日的缠绵 无一是你 无一不是你 我估计萨鼎鼎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13年前演唱的自由行走的花 会再次走红网络 萨鼎鼎演唱太鼎了 这哪里是自由行走的花 这分明是自由行走的天灵盖啊 金 arc 耳鼎 hormone特 我声明还是自由行走的花 真佩服网友的脑洞 愣是把一首儿歌 勇气大爆发给唱火了 还在短视频创造了17亿的播放 也许每个宠人的心里 都住着一个小孩吧 心里种下一颗 种子大地大啦 他能实现小小愿望 又神奇魔法 听说每个小伴都想要得到他 心里种下一颗 种子大啦地大啦 他能实现小小愿望 又神奇魔法 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他 准备好了 一起探索吧 春天当然要听甜甜的歌啦 最后这首蔚蓝六年前演唱的 一格格 最近被很多的网红翻唱 再次走红网络 甜甜的声音瞬间感觉恋爱了 听说春风吹着我吗 听说春风吹着我吗 听说闻着花敢香是你吗 听说闻着死花歌重爱吗 听说闻着春风吹着我吗 听说闻着花敢哼是你吗 听说闻着死花歌重爱吗 好啦 本期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期见 拜拜